缅甸佛国金塔光辉耀眼 塔下歌声宋关怀 缅甸佛国金塔光辉耀眼 实际服务种发放进入第七天 连续两天在伯顾两林饼卧室 发放将近九千户道种 动员台湾马来西亚志工坚力投入 而缅甸则有上百位本土志工不缺席 杨光达拉尼是位农夫 要参与发放得来回上百公里 伯顾朵怀明家庭主妇 一周七天将近四天辞济志工行 杨光达拉尼哥哥读了静思语 发愿此生要行善做慈祭 不过马丁基裁缝师早年丧父跟着慈祭家房起善心 忍不住的眼泪 那是因为感同身受的贫苦 在行有余力之时行善 他们都不是大人物 这四位只是上百位本土志工的缩影 在浮原辽阔交通不便的缅甸 他们克勤克劳在努力 发放浮种也落实慈祭环保教育 我们希望垃圾不落地 让缅甸更干净更亮起来 此际缅甸浮种发放 志工故身故心 语言不是问题 因为爱没有距离 大一新闻赵培庭林道明 缅甸报导 大一新闻